鑑於這個疫情是屬於危害公眾安全的緊急情況 我們決定是緩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即是大家一般講的緊急法第241章 它是一個唯一可行的方案 具體的理據是這樣的 為何滿足到危害公眾安全 是一個緊急的情況呢? 我們現在看到新增的個案和死亡的個案都是不斷上升 如果這些選舉活動和投票日的大量人群聚集和人際接觸 令公眾衛生情況惡化 這個將構成非常嚴重的公共安全危機 剛才已經和大家介紹過了 而事實上隨著提名期在今天結束了 選舉活動一定會展開 所以這些選舉活動將是有增無減 押後選舉是可以減低感染病毒的風險 從而可以舒緩我們公認醫院系統的壓力 這個是完全符合公眾利益的 而將選舉押後一年就可以避免妨礙到立法會年度的議事週期 和選舉的週期 亦都可以避免不適當地使用其他的法律條文 而引致到司法的挑戰 造成更加大的不確定性 甚至可以影響到特區政府的管治 這個緊急情況 換屆選舉日期第七屆立法會規例的主要內容 是會指明新的選舉日期是明年的9月5日 都是星期日來的 會撤消所有有關今年9月6日換屆選舉的公告 選舉的程序亦都會隨著我們刊獻 而是生效就會終結了 而我們應該今天刊獻 就在明天8月1日凌晨零時零分就生效了 選舉事務主任和候選人仍然是有些責任要履行的 我們都會處理選舉開支、選舉捐贈那方面 但是這個不是已經做完了這件事了 仍然有一個非常之困難的問題 就是基本法 基本法第69條是定明 立法會除了第一屆任期是兩年之外 每一屆都是任期四年的 所以第六屆立法會的任期 將會是到今年的9月30日 就是足足四年就要結束 那麼如果我們用緊急規例是合憲合法 但我都只能夠將第七屆的立法會選舉人推遲一年 但是未能夠處理 那麼立法會在未來一年將出現一個真空期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用緊急法去說這個一年 這個立法會是仍然運作 可能就是跟第69條說 立法會一屆四年 為何無端多了一年呢 是有一些衝突了 所以為了令到我們的工作是更加穩妥 我已經向中央人民政府呈交了一個緊急的報告 是尋求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和指示 那麼國務院已經是回覆了 回覆的內容是這樣的 國務院是支持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基於公眾利益和香港的實際情況 依法作出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的決定 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推遲情況之下 如何處理立法機關空缺的問題呢 中央人民政府將依法提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決定 國務院也要求香港特區政府 應該依法做好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 而涉及的相關工作 整下最軍政策充分裁 局勒ン 制詐Bar